前快亮之前 这辆货车遭到巡逻警员拦下来 警察发现车牌有异状 要求驾驶要检查货车引擎 就在检查之后 警方打算开出罚单 这个时候货车座店被盖回原位 每次我都配合你 要你不能让我方便一下 你说找不到资料 我就方便你啊 我不是跟你说 我们要搜索你 你可能要嚼到我的手了 谁 我嚼到你的手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驾驶一阵火气上来怒锤车体 事后在社群网站上写道 这两位警察拦车 要我帮忙开引擎上盖 配合检查 嫌棋后他直接给我放掉 夹到我的手 当下也不跟我道歉 甚至指控警员 要他自己叫救护车 协车驾驶救护车 自奔所来将其在 在往林口场面验机为 货车驾驶遭到拦检 但左手拇指夹伤流血 最后货车被扣住 经过检查 号牌回收并非拼装车 但当事人更指控警方 说不能受理伤害案件 机告的部分 大概其实当事人 因为伤未正式到发手提出告诉 驾驶受伤是事实 不过双方在盘查过程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警方与当事人需要再理清 三菱新北综合报道